走 歇一會兒 喝口水 你看你那點運動量 還行 你平日真得多運動運動 對啊 運動量 我累 累了滿頭大汗 臉也通紅 我看你這手 你這手咋也這麼紅 我一直都這麼紅 爸 你這不會有高血壓吧 是跟高血壓有什麼關係 不是 有高血壓的人血管壓力大呀 尤其像我們手 是人體的末端 那血壓一過高的時候 血管屁就會擴張 你就手心就紅 不能吧 我回家量個血壓去 這個說法可能您也聽過 對不對呢 我們先問問現場的各位 競選 我覺得是不對的 怎麼講 那應該人氣血好才會手紅啊 氣血足是吧 就跟人的臉色一樣 非常的紅潤 它不應該反映得身體很好嗎 好 競選覺得這是錯的 反而紅呢應該是身體好的代表 二比一生 要不要噴它一下 噴它一下吧 噴它一下 好 被噴了 我覺得 我也挺困惑的這個事兒 沒有 等一下 因為我覺得我手就挺紅 而且我也不是高血壓 是嗎 對 我手挺紅的 彈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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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這裡 这里边你要注意 正常和异常的 因为你们两个 是我们的站立的体位 那手老在这空着的时候 这个血液往下流 它都是红的 我那举高高就没事了 你老这样举着手的话 都是气血不足的 什么时候看手指的要求呢 就是这个手掌和心脏 基本上是相平的 这样 静息个几分钟以后才能看 它都很轻松 不要用力 很自然地放在这里的时候 如果你的正常人的手 是叫我们叫红润光泽 红润什么意思 手是有亮光的 就红的和黄的 很均匀地在一块 不要一块一块的 这就没有带到太多问题 如果这一块轻一块 红一块紫一块 这就要有问题 整个手都是红的 考虑血脂的问题 所以您刚才提到了 这个手掌发红 有可能提示 并不是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担心的血压问题 而是血脂的 那这个红是一种什么红呢 因为红也分很多种 我们这个颜色这一块 如果我们详细地描述 比较困难 这个是属于红吗 像这个就是红的了 一看全手都是通红的这种 像明显的红 对 这确实比我红很多 比红很多了 对 是吧 所以你那个红不太有担心 大多是因为 因为你的手在下面空的 对对对 重力的作用 你原来手什么颜色 你知道的 过一段时间 突然间变得很红了 你周围你家里的人 原来什么颜色 你知道的 那突然间变得很红了 你手掌怎么那么红 对对对 你就去查一下 异样了 所以刘医生 这个手掌发红 是某个部位红 还是说是怎么样 您拿这个笔标注一下 我们这个高血脂的话 是整个手掌发红 整个都 整个手掌 包括手指吗 不管手指 我们就这一块 整个这一块手掌里面 你看到红了就可能 不管手指 都红彤彤的 对对 红彤彤的 这个红彤彤的程度越重 血脂高的可能性越大 那种红的发紫 那就有点严重了吧 指标会更重一点 指标会更重一点 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现场的各位 对吧 有没有类似这种症状的 德阳是吧 德阳有 我看了一下 我这可能确实是 好像有点红 身体乏力有点困 我现在一直是没有太 就现在做节目也没精神 那这样 我们请德阳上来 现场我们就 给德阳看一看 判断一下是什么情况 好吧 来 有请德阳 好 德阳 咱们先看看你的手 他这个符合这样要求的 就差不多和心脏一样高 另外他的手指是软的 我们这么一软 让说明他就不紧张 一紧张的话 这个颜色也会受影响 一定要放在一个自然的状态 好嘞 你的手就 你看你明显 你就比它红一些 跟我比 确实要整体要红一点 它比你略红一点 略红一点 所以它稍微红一点 也不会说太高 这不算特别红 不算特别红的 那您见过最红的 那红彤彤的 这个叫红的发紫差不多 这么红 也就是这个手的颜色 越深越不好 不用太过担心 好嘞 那另外一个呢 这个我们叫高脂血症 它不到病的程度 症和病 还是有区别的 所以这个时候叫干嘛 中医叫自卫病 你这时候赶快要预防 就防止不要往这方向走就行 行行 所以发现得早 对 咱们多运动 是 控制饮食 向您学习 颜色可能就慢慢退下来 还真是 但是红了一些 又红了 谢谢 谢谢泽阳 谢谢您